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 又来到这个《华山论世》节目 今天又和刘兰昌聊一聊 今天我很想和你讨论一下 中美之间的大势 理由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一直在减持美债 到最近这次 突然到买200多亿美债 205亿美债 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背后讨论了 大家要记得 王毅和沙利文 讨论了十个小时 两天讨论十个小时 你说十个小时很多吗 每天五个小时 大家有所不知 这些外交上讨论的 就不是说你说完 他说 说完各自回家 而是你说完 有第二天再说 大家拿着一些东西 回去和自己的总部 讨论一段时间 或者再讨论一段时间 再讨论一段时间 如果讨论两天 讨论十个小时 给我的感觉 或者似乎 大家有些实质的事情 讨论了 是不是这样 中国又增持一点点 就是 给你面子 不要说我踩死你 是不是这样呢 我想听听一下刘轻你的看法 北京一直对中美关系 定了一个非常主要的基调 叫做斗而不破 就是说我帮你 是有咬嚼的 是有斗争的 有角力的 有博弈的 但是千万不要搞坏他 我不会一锤打死你 就是说 第一天谈完 第二天再谈 第一天 就是大家把那些问题 把那些东西摆出来 然后呢 首先就是把那些 大家可以解决的那些东西 就是大家不要做什么 他不要做什么 就是说 大家减少少 然后呢 有少少 就是说得好听些 然后就进入了 那些大家需要的东西 就是大家可以解决了 就是 就是有些事情 就是你譬如说 王毅他未必够过授权 他要去请示 其实两个都没有授权 是的 都要去报告 是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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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毅去到说 已经说得明 就是很比面 就是 在王毅的位置来说 是一些小小一点的东西 应该是可以拍到板 是的 但是去到 譬如你说 到底我是不是要再买回美债 买美债 我觉得 就是 不是那二百多亿的问题 而是那个姿态的问题 是的 这个讯号 是的 就是说 我 帮你 朋友 就是 这个问题 就是 王毅一定是通过那些 加密的电话 你知道 美国的车厅很厉害 向上面报告 上面说 因为 这一次 美方和中方的法的 新闻报告 都有 最后 开始说 坦诚 坦诚之后 大家什么都说出来了 我 我 PK 这样下去 最后 有一句 就是说 这个会谈是有建设性的 是 建设性 就是有成果 一定是有些事情 商量了 包括 这些美债 这些事情 反正 不说 不说 反正这次耶伦一定很高兴 耶伦非常高兴 我想耶伦 我想耶伦 在美国 是做了很多功夫 是 他做的功夫 我相信 他可能他都觉得 你在中国手中 拿到一些好处 或者给你一些东西 去救到美国的经济 是容易 在共和党手中 是 取得任何的 这个 譬如他有205亿 增持 其实我觉得 是一个 挺重要的 信息 不过大家也不用说 有什么搞错 什么什么 这个又要明白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中国以往买的那些长债 是很低息的 一厘 一厘多 那些 你卖了这么多 当然是卖长债 现在呢 可能买一些短债 短债利息高 我不知道你如何 你走到银行 你今天走到银行 就是你说 我想 赚一些快钱 有什么高息的 可以做呢 其实 很多时候 如果你是 比较大的客人 他就会教你 做什么呢 去买美债 短期美债 一个月好 三个月好 那些是四厘 四厘多 最新的那些 我也不知道 那 为什么他说 买美债 不支持你 但是 你又不会自己 和银行 去拗警 你是大客 那你的钱 走到哪里 那些 你又不留 那你说 有四厘 你持有美金 持有四厘 持有四厘 买出买 你是买美金 你都是要买美金 你才能买到 美国国债 短期国债 四厘多 真的不是很多地方 就是很多地方 找到这样的利息 那就是 如果我们普通人 走去银行 都面临这个 就是面临这个 抉择的问题 中国 我卖了这么多 我换一下马 买一些短债 最重要的是 是没有告诉你 他增持的债券 是短债 是完全没有说的 但是你这样一听之下 你就会觉得 对了 第一 我赚多点利息 第二 我又做到那个 让你觉得 我给你面子 给你耶隆 我给你面子 我给你沙尼文 我给你面子 拜登 那是否都是一个很好的 下棋 有时你可能要退半步 退半步 不要死工 那你再部署 是 我觉得现在 中国央行那班人 是非常懂计数的 他也是很熟很熟 现在全球金融 把低息的卖掉 买回高息的 在经济层面 对我们国家有利 另外 从另外一个层面 我听很多国内的专家都说 你现在 你实际上 你全球始终是一个 以美元 为一个金融体制的 你不能够真的被美元倒下 对中国都没什么好处 希望有一个大势 基本上还是稳定的 你刚才说的这句债势很重要 我们大家普通谈的时候 美元死吧 抵死吧 但其实那个问题就是 你要保持美元 de-dollarization 去美元化 千万不能急速 如果美元突然崩盘 全世界即死 他死你死 他死你开心 你死你不会开心 所以在做法上 最重要是 你造成了很多国家 委内瑞拉又是去美元化 这个国家又说 大家都去美元化 这条大路是这样去的 但是什么时候才去到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呢 可能是十年八年 是 就好过你一年间 突然间美元急跌 这样大家没有好处 另外去美元化 其实未必是要把美元搞坏 而是说 代替的嘛 不是你独霸 大家都有什么可以用 你老实说 你说我用本币去做交易 人民币 没有了 我便用一些欧罗 用一些人民币 代替了它 有些国家 便要走得很快 例如俄国一些 走得很快 但另外一些国家 例如印度 可能是做 但它不是全部 他说我用奴笔 但我不是个个都肯收奴笔 现在俄罗斯也不收 你跟中国谈 中国又跟印度有可能 你要走一条路出来 不是大家所说 抵他死了 快点死了 而真真正正不是这样 而是如果你是有秩序地下 去美元化 可能是对中国最有利 重要记住 现在中国用价 接近8,700亿 8,693亿 这个数字 8,693亿 如果你说我要 卖光 你每个月 是用几百 几百亿来说 你不可以卖太多 你卖几百亿来说 你告诉我 你怎样都要 十年八年 甚至二十年 你看到一个数字 中国是要慢慢去美元化 但还有一件事 你要记住 现在中国和美国的贸易 都是第三 第一就是东盟 第二就是欧盟 第三就是美国 因为你还在收美元 你告诉美国 我不行 我全部收了人民币 他未必制 你跟他买那些东西 就行 他买东西给你 他可能不行 就是 耶伦呢 最近他在大学 说了一篇很长的演说 他很强调 这些事情 都是我和拜登 是这样认为的 他主要观点 第一个就是 帮中国不是脱钩 只要是去风险 而且他说到很重要的一点 一定是全世界未来 都是要美国和中国 一定要相处好 全世界才能够和平地发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我觉得 他这个是代表了 拜登政府的 现在的一个 最主要的政策 甚至是国策 那是拜登政府 是 Dr. Jackal and Mr. Hyde 是 鬼 是 耶伦呢 就是做正常的 那个 布林肯 就是做鬼做马 是 Dr. Hyde 是犯罪的 但是你要明白到 那样东西 就是 美国呢 其实也看到 他一定是要 不可以 太离谱做事 也都大家要 這樣看 就是说究竟 在中国来看 究竟下一任美国总统 是拜登好 还是特朗普好 这个究竟是 真小人好 还是君子好 这个是你说的 就是 存在很多不同的确定性 可能不是这两个 选都不出奇的 是的 我觉得现在拜登来说 他帮中国交手了 两年多 其实呢 他 他在军事上 在这个 亚洲 就搞一个 亚太的北约 就是 将美韩军事同盟 美日军事同盟 上联台 再加上澳洲 一起来对付中国 但是实际上 你计算 没用的嘛 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最关键就是 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 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大家都说 这是一个基础 现在你中美贸易 特朗普制裁中国 开始五年多了 现在中美贸易 去到七千多亿 越差就越多 所以这次耶伦的讲话 就是说 你实际上 你是不可能脱钩的 他很明确 不可能脱钩的 中国当然 我帮你美贸易 我可以赚钱的 我自己 这个就业市场 各方面 我一定 我又不会 完全不帮美国脱钩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 现在这个关系 就是中美的 这个经济关系 我觉得 在美国的 当权者 执政者 他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 实际上 你 中国 你是对不起的 你还是要弄 实际上是这样的 你压不下 但是 问题就是 你又不会不压 中国 亦都可能 比你压一压之下 自己更加是 行得 小心点 我觉得 有一样 中美关系 最重要的是 就是 APEC 就是 今年 非常非常重要 究竟 习近平 会不会 主席 会不会自己去美国 因为在美国开会 是啊 如果他去的话 一定是跟美国有些交往 是 到时的时候 当然 我想 拜登也都希望 如果中国 就是 如果 习近平去的 可能是会帮到他第二年 是 就是二四年 的选情 问题就是 他现在在这段时间 在国内 还是 反中 的论调 是不是他都很强呢 或者说 我们都要给一些 就是说 中国都在帮我们 我们有些事情 有得谈的 所以 譬如你讲中国 一讲和谈 在乌克兰 这个很重要 他没有出来 骂 如果他是想打 他应该出来骂 他没有 其实这一点 都是大家看到 大家是 趋向大家 有计谈的 就是 这次王毅 帮沙利文 都谈了 这件事情 是 双方面的 新闻高部 都说 俄乌的战事 是双方面 大家谈的很重要 内容 美国的 他公开说的论调 是 说 乐见其成 就是希望 中国能够谈得成 另外 这一次的沙利文和 王毅的 会谈 还透露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 双方面的 都有说 双方面 中方和美方 都确认 王毅健 沙利文 这个是中美沟通的 一个固定的 最高层次的战略渠道 就是说 飞了布林肯 飞了他 布林肯你再去 你 布林肯一直是 鹰派的代表 中国就说 现在 我就飞了你 我摆开了你 我不跟你谈 耶伦来到 美国都不是很想耶伦去说 耶伦去说 可能什么都答应 总之你要搞定他 不如我找个沙利文出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是的 另外先下你说的 今年年 下半年 就是习近平主席 是否去美国出席 这个APEC的非正式峰会 是非常非常重要 代表中美关系的很重要 因为如果是习近平去的话 一定会 要讨论一个 是不是习近平去 国事访问美国呢 他很难去 而是去 只是开完会就仔 是啊 你也是很难看的 是啊 你都要 美国方面 也要想清楚 怎样搞 所以 大家可能都要留意 这个APEC的会的时候 究竟就是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交往会是怎样 另外 这个台湾 蔡英文方面 蔡英文都想去 因为美国开 所以一定不是 所以 是的 那个台湾就没有什么 可以在那里偷倒光 是的 但无论如何 中美关系呢 我们今次见到 这个中国呢 开始买回少少少美债 但是呢 你都看到它 刮了你300 之后呢 都跟你点一点头 是 点一点头 不是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 做一支药油给你 哈哈哈哈 这样呢 其实 是好事来的 那今天呢 我们说到这里为止 中美之间 OK 拜拜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 赞好 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部 帮我出声频道 按下这个小小小小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